你是不是非常害怕有外掛在你的遊戲裡面搞破壞 破壞玩家的數據 複製遊戲裡面的道具 搗亂其他玩家的遊戲體驗呢? 你有沒有出現過在遊戲中 明明自己看得到某些動作和物品 但在其他玩家眼中卻是看不到的詭異狀況呢?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非常適合你 我們將會講到Roblox使用的主從事架構 讓你好好理解伺服器端和客戶端的差別 看完影片之後你將能夠在做Roblox遊戲的時候 給予玩家們最棒的遊戲體驗 哈囉大家好我是克拉克 想要做Roblox遊戲卻苦於英文能力和無法理解程式語言嗎? 在這個頻道裡我將每個禮拜上傳一到兩支Roblox Studio的中文教學影片 不管是程式理論、遊戲與功能施作 在這裡你都能得到解答 現在立刻幫這部影片按讚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你就再也不會錯過影片的更新囉 快點分享這個頻道給你同樣熱愛Roblox的朋友知道吧 什麼是主從事架構呢? 主從事架構是一種網路架構 基本上就是我經常在影片中提到的 伺服器端和客戶端 這種架構經常使用在多人遊戲上面 而我們的Roblox也使用了這個架構 Roblox有一台非常強大的機器 至少Roblox他們自己是這樣寫的 我們稱之為伺服器端 而玩家們不管使用的是電腦、手機、平板等等 可以玩Roblox的機器 我們都稱之為客戶端 每當你點擊開始遊戲的按鈕 這個過程呢就像你去打網咖一樣 Roblox會給你一個號碼 把你分配到某一個伺服器端 你使用的客戶端呢會連線到這個伺服器端 如果其他人被分配到的號碼跟你一樣 他們的客戶端呢也是連線到這個伺服器端 這個時候你們就能在同個遊戲上 看到彼此的角色一起玩遊戲了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知道主從事架構 要去了解伺服器端和客戶端呢 伺服器端的工作呢有點像是管理員 他要確保很多事情可以順利發生 或許你曾經有發生想讓所有玩家都看到某一個object的改變 但在遊戲中卻只有一位玩家有看到 其他玩家卻看不到的詭異情況發生 這非常有可能是因為你做的這個改變 只有在這一位有看到的客戶端上面進行修改 每當你的客戶端進行了某些動作 客戶端呢都應該要向伺服器端傳送這些動作的資料 伺服器端呢再將這些資料傳給其他的客戶端 這樣才能確保每個人看到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但問題就出在這裡 不管是伺服器端傳到客戶端 還是從客戶端呢傳到伺服器端 都需要有一個資料傳遞的路徑 如果你發現玩家們看到的東西不同步 非常有可能就是少了這個資料的傳遞 這個傳遞呢其實就是remoto events和remoto functions 但這會是下一期影片內容了 如果你想確保每一位玩家的畫面都是同步的 那你可以考慮直接在伺服器端上面執行這個動作 伺服器端上的資料進行改變之後 他會主動的將改變後的資料傳遞給每一位客戶端 但這要看你要實現的這個功能 是要從客戶端先觸發還是從伺服器端 再來決定是否要使用remoto events和remoto functions 接著我們來講講要怎麼保護你的遊戲 免於外掛或是駭客的搗亂 我們在資訊科學領域裡有一句話非常重要 永遠不要相信客戶端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玩家們不管使用的是電腦手機平板 這些客戶端都是我們管不到的 我們不能拿走玩家的電腦還是手機 告訴他們不准使用外掛或是bug 在roblus這個多人遊戲中 如果外掛能直接調整客戶端裡面的數值 他能夠買下伺服器所有的遊戲道具 或是使用一把無限子彈的武器 到處去搗亂別人的遊戲體驗 這些在任何遊戲裡都是非常嚴重的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確保伺服器端 去檢查玩家們的重要行動 例如我有一個商店購買物品的功能 如果我們把玩家的金幣購買物品的邏輯 都寫在客戶端的話 外掛可以直接修改這些放在客戶端的local script 我們實際上該做的是在玩家進行購買的時候 讓伺服器端去從儲存在伺服器端的資料庫 把玩家擁有的金幣找出來 接著就是一個if判斷式的事情了 如果玩家的金幣大於等於道具的價值 玩家就可以順利拿到道具 如果玩家的金幣不夠 我們可以考慮什麼事情都不發生 或是返回給試著購買道具的客戶端一個錯誤訊息 告訴他持有的金幣不夠 我們這邊再舉一個例子 例如地獄跑酷塔這款遊戲 遊戲的核心在於玩家要進行跑酷到最樓上的終點來完成遊戲 但外掛的壞分子們非常有可能去直接修改客戶端自身玩家的模型 來到達終點 這個時候遊戲的作者在伺服器端的script裡 可能有很多種檢查這個人是不是外掛的方式 例如沒有人能在遊戲開始的10秒內就馬上到達終點 這個時候我們就能判定這個玩家是外掛 或者我們可以再寫一個檢查玩家每5秒鐘走了多少距離的script 如果這個距離是正常玩家5秒鐘走不到的 我們同樣可以判定這個玩家是外掛 判斷玩家是否使用外掛的方式有非常多種 找到一個合理而且不被外掛濫用的腳本規則 就是我們這些scriptor該做的工作 永遠不要相信客戶端 這句話真的非常重要 你不能夠確定玩家們會做出哪些壞事來 我們未來的影片裡也有很大機率講到這些預防外掛的教學內容 如果你也非常想看到這樣子的內容的話 希望你現在馬上幫這部影片按讚好讓我知道 當然如果你有一些如何預防外掛的問題 也歡迎你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我們上面舉了那麼多例子 其實可以總結為一句話 重要的事情要在伺服器做 諸如管理玩家的數據預防外掛 讓玩家可以看到同個畫面 這些對玩家遊戲體驗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們都應該要在伺服器端去做這些事情 我們在Robla Studio中 按下Play或Play here 這兩個測試的時候 其實都會模擬一個伺服器端和客戶端 我們在按下Play之後 能夠操控玩家角色的就是客戶端 我們在上方的Test欄位裡 可以看到寫著Current Collide 代表我們正在客戶端進行測試 你可以再次點擊這個按鈕來切換到伺服器端 這能很好的幫助我們去觀察伺服器端和客戶端的腳本 有沒有正常的在運作 而我們的測試還有一個Run的按鈕 Run只會模擬伺服器端 而不會產生客戶端 當你只是想測試伺服器端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這個測試按鈕 不過這些測試按鈕都只能夠模擬一個伺服器端和客戶端 那當你想要測試多個客戶端的時候 然後又該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在最上方的Test選項裡找到這一串 Conline and Service 你可以在這裡去選擇你要模擬幾個客戶端 例如我現在要測試兩個人進到遊戲中 那我們就將玩家數量調到2Player 按下左邊的Start按鈕 這種測試會多花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要測試的是兩個客戶端 當然也別忘了還有一個伺服器端 這個時候Rolabot Studio會幫我們開啟三個新視窗 其中一個就是伺服器端 剩下的兩個會是客戶端 這個功能非常適合讓你測試一些 一定需要用到兩個人以上的遊戲功能的時候使用 例如組隊系統、交易系統之類的 在Rolabot Studio中有三種腳本類型 Scribd、LocalScribd和ModuleScribd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就先只講前面兩種 首先是Scribd Scribd這個腳本類型是作用於伺服器端的 任何客戶端都看不到Scribd的內容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重要的事情要在伺服器端做 Scribd就是用來讓你寫這些重要的核心邏輯用的 Scribd這個腳本類型只會作用於 當你將這些腳本放在explorer中的這些object底下時 我會將這個資訊放在下方的資訊欄和置頂留言中 接著我們講LocalScribd LocalScribd這個腳本類型 就是作用於客戶端的 也由於這種性質 只要有心人士想要作亂 他們完全可以使用一些外掛 來把你LocalScribd裡面的內容給看光光 和我們前面講的一樣 永遠不要相信客戶端 你可以在LocalScribd裡面 為玩家做一些防呆機制 但對那些外掛壞分子真的不會起到太大的作用 LocalScribd只會作用於當你將這個腳本類型 放在以下這些object的時候 同樣的資訊欄和置頂留言 OK吧 在這裡我們來為你做個示範 我們在ServerScriptService裡面新增一個Scribd 把在這裡的Print改成Print 這是在伺服器端執行的腳本 同時在StarterPlayer底下的StarterPlayerScribd 新增一個LocalScribd 我們把這裡改成Print 這是在客戶端執行的腳本 接著我們來模擬兩個玩家來進行測試 我們先看到伺服器端的視窗 在Albert視窗看到的這些訊息 只要訊息左邊是綠色的 就代表這是從伺服器端的Scribd 所執行Print出來的結果 你也能在這裡看到只有出現 這是在伺服器端執行的腳本的訊息 接著我們看到客戶端的視窗 左邊的訊息如果是藍色的 就代表這是從客戶端的LocalScript裡面 所執行Print出來的結果 當然你也能在右邊 藉由寫著Server或是Client來進行判斷 我們先不要急著將模擬測試給關掉 我們先在其中一個客戶端新增一個Part 由於這是在客戶端進行的關係 他沒有傳遞任何資料訊息到伺服器端 自然我們在伺服器端或者是另外一位客戶端 都是看不到這個新增出來的Part 要讓所有人都能看見 就和我們前面強調很多次的一樣 這些重要的事情要在伺服器端做 我們現在來到伺服器端的視窗 同樣新增一個Part 並且我們在Property視窗裡 將它的顏色調整到紅色 接著我們切回其餘的兩個客戶端 你就能看到兩個客戶端都確實生成了紅色的Part 我們在這個實際的舉例中能看出一個是關鍵 除了這些例外以外 如果我們只在其中一個客戶端做任何事情 想要讓其他人看見是不夠的 我們一定要經過伺服器端來發送改變過後的內容 給其他客戶端 這裡就得講到一個在做Roblox遊戲的時候 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識 Remoto Events和Remoto Functions 不過這部分的內容會是另外一部影片的長度 所以就讓我們停在這裡期待下一部教學影片吧 到這裡如果你還沒有幫這部影片按讚的話 希望你能給予克拉克一個支持 你的按讚訂閱和留言都是給予我製作更多 Roblox Studio教學影片的動力 那麼這裡是克拉克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